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见之处都是高档皮革 内装极为奢华 搭载V8引擎650匹马力 急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0到100公里加速不到4秒 硬推出后外传订单达三位数 销售成绩开红盘 这一个月以内 我们台湾有可能是全世界拿到最大数量的物理 兵力几年前就有推出休旅车 不过外传可能会推Coupé跑旅 性能版本拥有608匹最大马力 要PK Lamborghini的Wars 另外顶级车推SUV的还有他 爬坡上山 深入沙漠 弄到灰头土脸 人散发奢华气息 劳斯艾斯Kulian虽然是休旅车 但最大马力有563匹 北美售价折合台币900多万 引进台湾后渴望破千万 号称史上最贵的SUV 明年Austin Martin也要推休旅车 眼看各家豪华车场都走向这股风潮 传言法拉利也要迎合市场 那当这个时事已经整个潮 在那边倒的时候 大家虽然以前都讲的也很早早 但是现在当然还是必须要做一些货行 网络路流传法拉利休旅车 经典红色外观不时跑车干 外传渴望有V8引擎 Alfa Romeo底盘 这几年吹起休旅车风潮 让顶级车场纷纷放下身段 推出自家最炫的SUV 就是要卡位这块市场 三立新闻谷高速邱子林台北报道 第三中文字 w 这是一句吗 感谢观看